大家好,今天我们是想要去开一项台北的各种夜市 这次我会选三个他们投票出来的TOP5 其中三个夜市我们会去,OK? 影片的后面也会讲到哪一个夜市去哪一个行程比较方便 等下我都会讲到啦,所以可以留守到后面好不好? OK,在我们出发之前,我有一个好庚要给大家哦 就是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来台湾的话 可以提前购买各种各类的入场票、悠悠卡或者是SIM卡都好 都可以在CLOCK提前购买 因为你提前购买的话,在Apply上这个Code SAMA CLOCK 你立刻可以得到多5%的折扣哦 好啦,现在我们废话不多说,Let's go! OK,我们的第一个要推荐的夜市就是这个宁夏夜市啦 大家看到吗?在我的后面,现在还早还没有开灯 这里是差不多5点才会陆陆续续有人开灯啦 这里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有来迪华街或者是赤峰街中山站逛逛的话 你们可以安排在一起,因为他们是蛮靠近的 我们今天也是有预计了我们要吃的东西的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进去看一下,Let's go! OK,我们的宁夏夜市第一站来到了这一个圆环边鹅仔间 这个是蛮出名的,它连续拿2018年米其林拿到2022年的哦 因为这个之前我们来哦,它排队排很长哦 趁着时间还早,还没有开始排队,我们就来吃 我们有叫一个排骨萝卜汤 好喝哦,这个清甜哦 哦,它叫菜头汤 有排骨跟那个萝卜的,很甜哦它的汤 而且它的萝卜一咬下去,整个喷汁了 超喝的,超好吃的 嗯,哇它的排骨满味了 哇,很嫩哦它的肉,你看 哇,好吃耶 超喜欢这个萝卜,很甜 鹅仔间是他们出名的,那个鹅仔蛮大颗的 大颗吗,算大颗吗 葱花很香 而且它的面粉不会太厚 就咬下去不会有一口那个面粉的味道这样 好吃 终于喝了五十兰了 不懂现在才发现会不会很迟啊 我们买这个五十兰,我们叫四季奶清的 我就跟他讲我们要加珍珠 你们有加珍珠不用钱的咧 而且这样大杯才60元啊 怪不得台湾人都把奶茶当水喝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加珍珠你就要大颗了 小颗的没有什么口感 可是也是很好喝耶,很像快耶 我现在要买啊 OK,我们现在Let's go 去找我们要吃的东西了 这里好像有蛮多新的档口 带大家看呐 炸鲜奶 炒米粉 它其实没有很长嘛了 诶,这个 马蜜冰 这里有 鹅肉 鹅肉啊 鹅肉 多了很多新的档口 多了很多新的档口 这是上次你吃的啊 这一间是你上次吃的 这一档 看 凤梨嘎冬瓜 猪血糕 猪血糕 华乐王 很香哦,这条街 很香 香肠 冰糖葫芦 牛 哦,上次我们吃的是这一档 上次我们去年来吃的是这一档 哇,这个好像很不错哦 鲍鱼哦,你看 哇,这个照提看起来很好吃哦 哦,这个是那个米其林的 米其林的那个鱼头酥 这样快就排这么长了这个 你看这个这个五股鸡腿排 这个超好吃的 大家有来几回可以吃 这个那时候吃的很好吃这个 稍等 看到我很饿了这个 它的这个厨 它这个蛋 这个有花生卷冰淇淋 OK我们现在已经走了一圈 现在是进去买了 我们每次都是抓了一圈 然后再进去买 哇这个 那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是完全擦肩而过的去年 然后我在小红书看到原来它这么红 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到它其实有排队很长 只是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它排队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啦 这个是黄瓜有包那个鱿鱼的 很好吃 我们是拿柠檬芥末跟椒圆 它这个皮烤的很脆 这个外面那个皮 然后它搭配那个黄瓜 那个黄瓜很脆的嘛 然后它那个鱿鱼很脆 哇很脆这个 我们搭配这个柠檬芥末 它是有一点奶香奶香那样的味道 嗯 而且它不只是有那个黄瓜 它还有一个白色的这个是什么 可是吃起来很像沙角 这个真的很好吃耶 这1分450 它那个油里超弹牙的 你们可以感觉到我牙齿在弹吗 牙齿在跳舞 是不是很想走过去跟Uncle讲很好吃 很清爽啊 不会说很脆 因为它油渣再配一个黄瓜 你先讲 口感很特别 很不错 那那个是沙角来的 配沙角 嗯 好吃哦 好吃 而且它鱿鱼是很弹很弹 非常弹 对 它鱿鱼真是很爽口 咬下去 好吃 我们在下一站来到了吃马薯冰 叫的是大的 有我们的混合花生跟芝麻 它的冰是有加奶的呢 它的冰是甜甜 花生甜甜 芝麻甜甜 它很足弹的它的马薯 而且它的冰很绵耶 就是80元一分 下一站来到吃梨掌柏 臭豆腐 其实它这里是出品麻辣的 我叫原味的炸臭豆腐 吃臭豆腐一定要配这个泡菜 它这个皮不脆 可是蛮臭的 这里想要加这个辣椒一起吃 我试一下辣椒的 它辣椒OK哦 它豆腐本身里面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你搭配着那个辣椒一起吃OK 它那个辣椒超咸的 是咸的 不是很咸很咸 它辣椒很咸 可是还搭配着那个豆腐吃它还可以啦 咸很辣的 要配这个豆腐跟那个菜酸 三种口感让辣咸酸 还有一个臭 辣咸酸臭 我觉得它的辣椒有加分 它的辣椒有帮它加到分 分是60元啊 60元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该晚不是讲我们五点来吃啊 还不用排队啊 你们看现在那个堆虎排到 所以大家要吃的话 记得要像我们这样五点就来 现在是七点多 超多人排队了 OK 我们的地瓜球 我们叫原味的 哇 超脆的 好吃好吃 然后刚才我们回的时候 要经过这个赖季鹅仔街 这原来是我们去年吃过非常好吃的鹅仔汤 所以我就不多介绍了 大家要看的话 去看回我之前介绍过一次了 这个鹅仔汤真是很好聊的 不吃你走饱啊 OK我们的宁夏夜市 先暂时到这里啦 下一站的夜市我们就会去临江街夜市 听说那个夜市是台湾人投票出来的Top3来了 OK我们下一个夜市见 OK我们现在要体验一下 怎样在这里骑U-Bike 我们来研究一下 顺便教大家 它这里是Scan U-U卡的地方 这里 OK我们研究到了 就是你们需要到U-Bike的App 然后这边 你们要添加你们的U-U卡 你们一定要有台湾的SIM卡 才可以注册到 不然的话是注册不到 然后一个SIM卡 你们里面可以添加五张U-U卡的 现在可以try吗 可以try一下Scan可以吗 可以了哦 你有Balance 332 哦 哦 你骑鞋啊我拍你 会紧吗你的裤子 拜拜 好啦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个夜市 这个夜市是我看那种 台湾人投票他们最爱的夜市 这个临江街夜市是在他们的Top3里面的 他们的最爱的夜市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 这个临江夜市就是很适合 跟台北101的行程安排在一起 因为他们差一站而已 新义安和站 从3号出口出来 然后走6分钟就可以到了 这里真的超级多local的勒 而且很热闹 今天是weekday 自己也是有list出来了 我们自己要吃的清单 我们现在就去check it out Let's go 我来带大家逛这个临江街夜市 这里真的很happening 我带来大家看看啊 这里还有娃娃机 哦这个也是蛮著名的 那个吃菠萝包的 对 嗯 这是吃那个菠萝包 寿司店 这个是什么 哇 这个看起来好脏哦 那是海极耶 酸菜啊 哇这有卖烤鱼耶 烤鱼 有那个沙拉 我要去找我list出来的先 哇真的蛮多东西吃的 而且很locker耶 这边里面还有一条你看 猪血糕 西班牙油条 六角花生糖 这个是卖什么 地瓜球 芋头球 这个 地瓜球 芋头球 这样哦 哇这里的衣服店好像都蛮不错的 呃 不要啦 不要看啦 看了要买 这个夜市属食有点太长了 我好像拍不了这么多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我们自己要吃的东西 等下再一次过拍给大家看好不好 我们的第一站 就是来先来吃这个米其林的臭豆腐 这个三大块75元 它这个是那个炸的 普通的 它这里其实也是有蛮出名那个麻辣口味的 可是我们怕吃不了辣啦 所以我们就先吃普通的先 它这里是有放那个香菜的 它的豆腐这个外面那一层哦 非常的酥脆 然后它里面的豆腐是软软的 非常的香 然后再搭配上这个泡菜一起吃 那个泡菜酸酸 那个臭豆腐臭臭 搭配起来吃好吃的 你看 超juicy的 你不可以单吃那个臭豆腐耶 我觉得你要配泡菜一起吃 真的很香 臭豆腐有皮真是很脆 很香 真的真是很香 臭味 刚刚好 因为它太臭 可以买了把它拆放上去 虽然它臭豆腐可是你吃了之后你嘴巴很香 我们在临江街夜市的第二站 就是来吃这个玉品圆 冰火汤圆 其实刚刚我们就是找不到的 是在一条小节那边 所以你们不要一直直直走而已 你们进去那些小节看看 你们就会找到它了 我们是叫综合的 桂花综合 芝麻跟花生的汤圆 它的汤圆是烧的 这叫冰火汤圆 这里吃法是 吃错了你 它的吃法是 吃汤圆搭配一些冰块吃 这个黑芝麻的不错 芝麻 我吃个芝麻 而且它的那个皮超Q弹 很香哦 这个芝麻 很浓哦 它的吃法是先把那个汤圆吃完了 然后你可以到前面的柜台那边 去夹那个桂花蜜 还有柠檬汁 很酸的耶 你要嚼一下 下面冰附蜜 剩下写了 剩下写了 建议一汤匙 它是好像不用钱 这样子放哦 它的桂花 喝不到什么味道 还是 桂花就是这样的味道了 刚才我们就夹多一汤匙 桂花蜜 有比较好吃了 那个柠檬真的不可以放太多 因为它会盖掉那个桂花蜜的味道 有点像爱鱼饼那样的味道 其实我觉得啦 它把汤圆放进去一起的话 不是会比较好吃吗 这么要分开吃 好要我才想分开 哦 那个汤圆的味道会带走啊 OK 我们等下去下一站继续吃 我们的下一站就来自这个韦 北方手工现做水饺 在那个汤圆旁边而已 我们叫五个韭菜 五个白菜的 它的韭菜味蛮浓的耶 而且它的皮是非常的薄的 然后吃下去会喷汁那种很香 白菜也是好吃 可是我compare的话喜欢韭菜 我们还讲十颗会吃不完 现在剩四颗包 好吃 这里的水饺都是这个阿公阿阿嬷手工包 然后丢下去煮的 就是非常的有味道的 它这里也是有卖那个酸辣糖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try一下啦 冰糖葫芦 我明明讲很饱了 我手上拿这是什么 你看这个人吃鸟蛋没有味道 鸟蛋是那时候我们去年吃到超好吃的 我们去每个夜市都要买 看来这个草莓是进口的 所以八十元比较贵的 酸哦 可是它草莓是蛮香的 居然它酸 我觉得好吃 走啊 它的草莓很juicy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个夜市 它不只是这边有的光 你们看那边也有的光 一条又是一条街 你看这边 过去对面又一条 这里还好没有很长 嗯 只是一个小小的来吃的 对吗 嗯 这里有995啊 这里还有个深夜市 哇这个995很有感觉 这里还有全部价钱了哦 三片哦 四省 你们看我手上拿着什么 像我们买了那个甜不辣啦 我们还没有吃 就是回去酒店才吃 经过这个十圣 看到超多台湾人在 啊 流出来了 ok 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台湾人在排这个十圣 不懂在排什么到底有什么好喝吗 所以我们就去买了一杯 它是讲它是用那个什么北海道牛奶啊 它里面有那个Jelly的哦 好像甜甜的 那个Jelly的味道有点像仙草 味汤味冰都ok了 不错不错 好啦 我们的这个临江夜市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个夜市会去饶和夜市哦 起来后面 ok 我们来到了这一集的第三个夜市 就是饶和夜市啦 饶和夜市也是Top5里面的其中一个夜市 现在才6点 超级无敌多人 饶和夜市也是在宋山站的第五出口 出来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只要进去的话 就在这个这里而已 它外面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庙 很漂亮的庙 然后我们先走咯 一大的人在排这个 真的是超级多人的这个夜市 哈罗海鲜锅 这个里面有个做的耶 30颗180 30颗180 这个看起来不错耶 哇真的超多人的 大家看 吓死人了 我喜欢等一下我的video 不是拍到全部是人啦 希望是有排到的东西给大家看 这个胡椒饼排很多人耶 三妈臭臭锅 臭臭锅 哦这个是出名的爆浆鸡腿卷 等一下再来买 天妇罗虾卷 这个星宝谷超多人排队的 哇这一档的看起来很正宗耶 这一档 等下买这一档的 地瓜球 烤玉米 海骨酥 哇海鹿包是什么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料哦 它里面有鸽仔的耶 鸽仔包也是有 一口吃香肠 我等下可能想买这个 哇这个好哦 这个 你买一个蒜味的 小龙虾咧 这里有小龙虾 小龙虾 哇好香哦这个 牛肉炒饭 羊肉炒饭 很香哦这个 这里有白糖粿耶 有没有讲白糖粿很好吃的 这边有一个松山市场 看到吗这个灯 这个里面呢全部没有开的 应该是早上了 这里还有卖那个 手信 这条夜市还蛮长的耶 逛到我有点累哦 而且很香耶 整条街很饿了我 臭豆腐也有臭薯条 第一次见 哇还没有逛完耶 还有这么长耶 我以为要差不多end了 还没有完 这个夜市真的太长了啦 我拍到累了 太长了 太多东西吃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排队 买东西吃了 这个人心念念的了蛋 吃干这一档的好不好吃啊 蛮香哦 好喝 可以 可以 蛮不错 我们的第二样美食 吃到了这个 一口香肠 这个是六十元 有多少个啊 六个 好吃 加蒜米很好吃啊 这个你单吃好的香肠 是普通啦 因为像那种普通的台湾香肠 可是你一配了那个蒜米 哇 整个感觉都不同了 OK 我们下一站来吃这个羊肉炒饭 有羊烧味的 嗯 羊烧味就好吃哦 有羊肉有羊烧味很好吃 它的饭一颗颗 一粒一粒分明的 很香 它的饭快要加鸡蛋去炒了 可是羊肉是蛮浓的那个味道 羊烧味蛮浓的 加小辣 很辣耶 它的小辣 好吃的辣椒 哇很香哦 好吃 羊烧味 好重哦 喜欢吃羊烧味的人就很熟 可是我喜欢它的饭 它的羊肉给蛮多一下的 它有那个炒菜羊肉 炒那个菜配那个羊肉 因为那个羊烧味吃之下 会越吃越香的那种 我是一个不喜欢羊烧味的 我可以接受啊 饶河夜市的 这个洞 好热啊 里面 可是里面真的是很多东西吃 我们有买了几样啊 我们回去酒店开箱给大家看 你看哇哦 靠近车站就有一个 五同号也是蛮多人推荐的 然后还有一个必喝的五十栏 我们就打包一起回去开箱给大家 好不好 OK我们已经回到来了酒店 然后咧 我们就是 呃其实也没有买到很多啦 我觉得就几样啊 现在来试吃给大家看 我先来喝这个五同号 我每次都是只是喝五十栏 五十栏 最近呢我就刷到五同号 其实是在台湾也是蛮好喝的 一个首摇影 我叫的是绿茶凍五同奶茶 它里面是仙草来的 我叫的是微糖烧冰 好喝耶 它不输五十栏呢 它还是买了五十栏 我们一样是叫四季奶清 我们觉得四季奶清还是最好喝 其实我们排队第一样买的是这个 爆浆鸡肉卷 很多人排队哦 嗯 它现在已经是冷静了耶 超好吃 它很汁 超级汁 超级汁 里面的这个鸡肉超级嫩 它有一点点咸啊 重口味啊 可是我觉得它的咸是香的 它们有的撒那些调味料 我们选的是椒盐 它的鸡皮也是还在的耶 然后它是外面是那一层是什么 烤到脆脆的那一层 烤到脆脆的那一层 耶 还是皮包 好吃哦 去外边你看到很多人排队的一些 档口哦 你就会想要跟着排 我们就跟着排这个铜锣烧 这个真的是超级多人排队 最小分的就是要六个 我去这个少少吃吧 它的红豆不会很甜啦 还有这个吃的很饱耶 惨哟 它的味道是ok了 真的有道很surprise啊 如果大家喜欢吃铜锣烧 可以买的 我真的是很喜欢吃这种糯吉吉的东西 这个是有拿过米其林的麻吉包包耶 它直接帮你撒那个花生汁嘛 它不会黏牙 它这个麻吉没有黏牙 而且很弹牙 然后它的那个花生味很香 如果它再放多一点花生我可能会更开心啊 你看 好吃哦 很弱耶 这个是我们的重头戏排骨炖汤 这个哦 很香耶 倒出来 这个超级无敌 多人在排队吃的 它是在这个铜锣烧的旁边罢了 它的汤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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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 这样一大碗才90元耶各位 几大支了它的排骨 它排骨也太香了嘛 很入味耶 可是它的排骨不是嫩的那种啊 有一点硬啊 很好吃耶 这个我一个人可以吃一碗的碗 它的那个药材味很浓 哇我们现在整间房间都很香 OK吃饱咯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ending啦 我们去有三个夜市 你最喜欢哪一个 三个都不错啦 其实每个都有它们自己的一个独特的 特色 如果你说多人的话 当然这个饶和夜市是最多人的 嗯对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自己做选择啦 银江夜市就比较locker一点的 比较多道地人会去的一个夜市 宁夏夜市也是美食也是蛮多 我蛮喜欢那个黄瓜鱿鱼的 黄瓜鲍鱿鱼啊 五骨鸡 麻吉兵 宁夏夜市它的档口没有这么多 如果你们要吃很多很多很多的话 就是饶和夜市 比较happening咯 它的夜市 OK啦 所以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到大家做选择 这样我们这支video就先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 订阅按赞分享和留言哦 拜拜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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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